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去一座無人島 但是中途必須要經過一個 被稱為玻璃沙灘的秘境喔 沒想到這麼浪漫的名字 在數百年以前傳說這裡 可是海盜們的秘密聚集地啊 難道玻璃指的會是海賊們當時埋藏的寶藏嗎 那今天就跟我們一起去探險囉 Let's go 8-5-1 我們現在在哪裡小舟哥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尋找一個神秘的沙灘 它就藏了各種顏色的寶石 沒錯 這就是位在宜蘭的 美宅喔 玻璃海灘 對 那我們剛才一探究竟 不過這邊算是有一點點挑戰的難度 然後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在公車場 沒錯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才叫做玻璃海灘呢 其實是有個歷史的典故 沒錯 那這裡其實有一排路邊停車 可是如果說沒有位置的話 其他有一些民宅的位置 對 它其實前面有個民宅 我記得民宅的話一台汽車50元吧 對 因為它算是私人土地 對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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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們今天有帶某些的器具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東西代表我們今天這個行程 會有一點點懶惰 我現在看到路口這個地方 有個骷髏頭的就是從這裡上去 對 它其實只是叫你說 要把垃圾這些都帶回去 然後騎到這邊而已 它並不是說這邊不能進去 對 然後是不要讓車子開上來 對 走吧 走 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肉依可能會有點緊張 因為我媽媽前幾天才去 然後她有傳一些資料給我 我覺得好像還OK 比較不是這麼適合大眾的 可是假設你真的對於自己攀爬有信心的話 可以考慮前往 對 我也想去看看老實講 這邊這個點我也是已經記得1點多才來了 對啊 翔哥那時候就發現 哇 它這裡好像哪裡 你說 比多角步道 對 也很像旺幽谷那裡 有點像 因為它的植物的長髮 對 植被的種類很像 唉唷 風還蠻大的 欸 今天風很強欸 怎麼辦 欸 是到了嗎 真的在海邊欸 風超級強的 這邊有寫說 鐵鍊啊 夏天會燙啊 然後雨天會滑 它來到這邊的話 一定要特別注意氣候跟草氣 其實我們今天是下午來 這邊我們有特別看草氣 我們想要等退潮一點點 對 因為退潮的時候 可以到旁邊的一個小島區 對 然後有沒有看到現在那邊有些釣客 遠遠的地方有個人在上面 這邊其實是一個叫做猴猴鼻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有機會退潮 我有點想走過去看看 可能走過去就算了 等我一下喔 你走啊 好 那我要下去走阿翔 走啊 走啊 你如果不行要說喔 嗯 它其實還有鐵神 它其實有蠻多小碎砂石的 但是之前那種夜岩吧 所以它其實還是有點小滑 喔 這裡會比較稍微難走喔 這裡挺高的 我覺得它沒那麼好走 那我走了喔 我幫我再找踩點 你等一下抓鐵神也要小心 因為它鐵神蠻滑的講真的 我還是一樣走很慢 我想要冷靜的走 冷靜成熟的走 不過老實講這邊下去比我想說簡單一點 以我的感覺啦 可是我覺得怕高的人來說還是會有點辛苦 對 老實說 剛剛那邊上面還好 但是這裡還是有點小可怕 因為它的夜岩其實是真的是蠻滑的 那你對聚高的人有什麼想法嗎 這邊適合嗎 我覺得可能還是需要有心理準備 或是有點練習這樣 我有點小緊張啦 可是還好 我想要冷靜的走 可是我覺得它是沒有想像中的難 看影片的時候 因為我想像中這一段應該是很短的 這裡我用做的好了 因為它其實是下得出 有一點小高度可是還可以 翔哥你來吧 OK成功我下來了 我們眼前的這片小沙灘被稱為賊仔澳 電影的緣遊呢 有非常多種的傳說 大約四百多年前 這片小海灘因為念海 又被三面突出尖銳的眼角環繞 在當時可是只有透過搭船 或從陡峭的山壁 拉繩垂降才能夠抵達 因此這裡也曾經是海灘的祕密聚集地唷 是不是有種充滿神秘感 又藏有寶藏的氣氛呢 我們現在下來 然後旁邊它有個洞 是一個不錯的拍照地鐵 對 我們要去祕密基地了 我現在是種文猜 螃蟹啊 對 答對了 我是螃蟹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帶大家去找寶石 對 這裡要快狠準喔 更好 我們現在在就是很多人拍照一個 這算小迷你海石棟 因為它還很年輕 未來可能很大 這這裡好美喔 有沒有 很像一個就是窗外的感覺 站在這邊拍照的時候 就被一個大概這麼小的弱勢打到 反正就是安全要自己負責 走吧 OK嗎 欸 你看 這裡好多 這一塊特別多 綠色的珠子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我們講的寶石 其實它不是寶石 沒錯 它早期是什麼呢 它其實早期以前這裡是 算是一個廢棄垃圾的 算是垃圾場 對 算是一個垃圾場 可是後來垃圾都離開之後 就有很多玻璃殘渣流著 然後被海水跟風化 就變成這種玻璃 在40年以前沒有環保概念的時代 這裡曾經被作為垃圾場使用 後來每當颱風一來 大量的垃圾就隨著洋流風向 散落在附近海域或是沙灘上 也因此最後決定要關閉 不再作為垃圾場使用 而海浪帶不走的許多玻璃製品 北日赴禮日的浪花捉摸成 現在我們看到光華圓圓的玻璃珠 絕對不是幾百年前海盜們 留上在這裡的珠寶喔 它上面這些咖啡色都是 這邊很明顯都不是石頭 這些咖啡色都是啊 欸 我發現一件事情欸 你看喔 它漲潮可能會漲到這裡 因為這裡我輕輕一撥 整個都是石的 所以這邊要看潮汐 對 真的要看潮汐喔 你又撿到貝殼喔 好漂亮喔 是不是很繽紛 可怕的是這些竟然都是垃圾形成的 對啊 就是完全是光華表面喔 都沒有它的人人角角 這個貝殼其實也有可能會成為巨蟹的家 我們都是把它放回原住就好 有一些還捨不得走欸 還有一顆捨不得走 掰掰 我覺得這邊風景是蠻漂亮的 可是真的要很注意潮汐 然後現在那邊有些都是 他們有些釣褲鹽的那邊過去吼吼餅 有水過來了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條繩子 我們等一下要試著往旁邊走過去看看 它其實退潮的話那邊有個 它是卡車的實體 它退潮的話我記得可以從海岸那邊走下去 可是因為現在還沒到完全退潮 所以我們可能還是要像那些釣客一樣從上面走 我們去走看看 它不安全的話我們就可以撤退好了 就撤退 那我們現在要前往HoHo V了 可是樓因為很怕高 怕這種嚴峻的地形 所以我滿看的狀況不然就是撤退 走吧 我要繼續螃蟹走了 好久沒有來海邊了 我整個冬天都沒有來海邊 我覺得它好像有點不好爬欸 我覺得比我想說不好爬很多 我覺得比較好 它真的是固定的齁 欸超髮的 我覺得這邊上面對我來說很不好走 我因為我的鞋子很硬 然後又滑 鞋子太硬了吧 不行 你不能你那雙真的很好 不知道我放棄了 就是因為怕我掉下去 至少我還可以 就是游回來還是等待救援時間 對不過其實老實講 這條路本來就比較有風險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出來外 就是要自己評估風險 好啦放棄吧 你覺得你上去嗎 我覺得我可能上得去 但是我覺得我很難下來 肉依第一次聽到猴猴鼻的時候很驚訝 想說也太可愛了吧 從南方澳的比加山一直延伸到海岸線 這座獨立的小島就是傳說中的猴猴鼻了 據說一百多年前 這裡曾經住著名為猴猴族的原住民 後來也是因此而命名的 也有人說是依照島嶼的形狀 像是猴子的鼻梁而命名的 據說島嶼以前是和本島相連的 但因為長時間有許多的颱風 與巨洋侵蝕崩塌之下 才形成現在中間的沙灘喔 沒辦法我們過不去猴猴鼻 只要用空拍機代替我們 這台是第一台最新的BRAGE 它是一台穿越機 它可以拍出更漂亮的花瓶 哇塞 大家有聽到這個聲音嗎? 那我們出發囉 這個時候就要拍照 我們拍照 把握子很高 IN 做到這台穿越來 做到這台穿越來 照片 這台穿越來 就算了 為了 這麼多的 在這台穿越來 辦公室 我們看見 它時速可以到140 手鍊的翔 接駕的樣子 一般的穿越機要這樣子走動降落 幾乎不然很難 非常的難 那我們先幫大家總結一下 這台穿越機以及空拍機它們的差別 大家看這個鏡頭 假設同樣都是轉的話 有沒有注意到 空拍機鏡頭因為有三種 所以它永遠都是水平的 然後穿越機它跟著你的機身的角度 垂直補充 可是空拍機它就不會 所以空拍機它帶給人家是一個平穩的畫面 這一台的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它的優點 它可以同時變成空拍機跟穿越機 這是別的穿越機做不到的 穿越機對我來說算是比較專家級的在玩 可是它現在這樣子的話 就等於說你這台車真的有些情況下 有問題的話它就可以緊張 其實今天這邊風很大 因為我還不夠熟悉 所以大家可以感覺出來 這個我的操控沒有到很好 可是這個真的需要練習 而且有危險性 千萬不要在人群中玩 歡迎來到洛比特勒 旅遊探案時間 我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賊仔奧玻璃海灘該怎麼去呢 那自行開車的朋友的話呢 我們建議大家就走國道5號 然後一直開到底 會從書包這邊下來 然後繼續往南方澳的方向 然後你們會經過一個地方叫做 南方澳的觀光漁市場這邊 它就一直一直走一直走 就可以到賊仔奧玻璃海灘 它就在這個漁市場的附近 然後建議大家就直接設定導航就可以了 沒錯 導航輸入這個名稱 然後就會直接帶你到它最近的入口處了 那麼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朋友呢 就有兩種選擇 其中一台呢 是可以搭乘綠二八號公車 然後一直坐到內皮海灘 再站下車就可以囉 然後步行在差不多十幾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入口處了 那麼另外一種選擇呢 可以搭乘1766號公車 從宜蘭的任儀站公車站上車 然後一直走到南方澳站下車就可以囉 那來到這家波椅沙灘要注意什麼事情呢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潮汐 所以說我們建議大家行前先去確認一下 什麼時候是退潮的時間 以我們的威力的話 像我們是大概六點多退潮的話 所以我們就是選擇大概 下午兩三點的時候前往 會比較安全一點 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潮汐真的差很多 尤其是像蘇澳蘭澳這邊的海岸線 其實我們都非常不建議大家下海 因為其實之前我一直有說耳聞 就是有人下去以後就被水拉走 所以那邊是一個算比較危險的海域 千萬不能下海 所以為什麼會特別注意潮汐這個原因 因為浪很兇 然後附近有些地方 像浪費潮其實幅度差到非常的大 對所以我們建議大家 當天氣不好風大雨大手 就千萬不要千萬之處 然後假設你自己對自己攀爬的人力 也有所顧慮的話 也不建議千萬喔 然後肉依的Case呢 我其實算是蠻怕的高的 但是我走這一載到那一段 其實稍微謹慎的話 我覺得它沒有到那麼恐怖 但是下雨天就不太建議 因為它的鋼繩蠻滑的是真的 特別在下雨天 然後夏天據說那邊也會很燙 所以大家就手套要戴著 然後另外提醒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麻煩大家不要帶走台灣任何海邊的貝殼 因為現在很多寄居線 真的都已經沒有家可以貴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我們到了結尾的時間 對我覺得這邊立安的賊仔奧沙灘 有點難過的事情 它是垃圾產生的 可是也造就這邊很奇特的景色 真的真的真的 應該在其他的沙灘上面 是看不到這樣的奇景 這麼多的玻璃珠的數量 那剛剛這裡我們真的覺得它非常的像粉鳥林 它應該算北覆粉鳥林吧 就是台北市最近的距離 比較可惜的是我們這次沒有辦法過去紅紅瓶那邊 然後我又覺得非常的錯的就是 我媽竟然已經順利的完成 然後她還跟我說很好玩 結果我今天竟然沒有辦法順利把它走完 然後我就想說 媽媽你竟然去了 我竟然一個年輕人去不了 蠻可惜的 不過我們出來玩還是安全地 這邊除了要注意這些攀岩的地區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潮汐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特別下午啦 就是因為我們去看退潮的時間 然後退潮的時間也會因為季節不同的有所調整 所以大家就是行前再查一下就好 然後我們這次的問題應該是我們裝備其實蠻充足的 但就是差在我們鞋子偏硬 我今天的鞋子完全硬的 我完全過不去你知道嗎 差不進去 下次再來 加油 對 那麼今天就謝謝你的收看 別忘了下 在客 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 打鈴鐺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現在購買DJI最新的Flash穿越機 就有付款50萬保險喔 記得打開影片下方說明 有更多完整的確信喔